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看看兩宗關於借錢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就是發生在大陸 有一名九十後的大學生 竟然帶領全村五百多名的村民一起借錢 借錢沒什麼好說 他厲害在借錢不還 反過來就割回網泰平台的糾塞 有網泰平台更加是因為追溯失敗而倒閉收場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發生在香港 根據本地媒體報導所說 就說特區政府打算在明天的財政預算案當中 為失業人士設立一項全新的貸款計劃 借錢上限就是申請人員有月薪的六倍 或者港幣八萬元 連息只是一來 但是已經遭到很多市民的批評 不少人認為這些貸款計劃就是治標不治本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大陸一名九十後大學生 如何反過來割回網泰平台的糾塞 這一名大學生 他就因為在多個平台裡借錢不還 為了躲避這個平台的追債 而躲到回鄉下 當時很多村民都感到疑惑 就問他 你堂堂一個大學生不好好去打工 回鄉下搞什麼 後來村民就開始發現 這傢伙似乎有很多錢用的 於是就向他作出質詢 在多番質問之後 這位九十後大學生終於承認 他的招數就是借錢不還 整班村民聽完之後 不但沒有對這名大學生作出任何指責 而且還問他 這麼笨的東西 為什麼沒有遇到我們 於是紛紛向這名大學生請教 究竟如何來借網泰 於是就加入了借泰的大軍 這名九十後大學生 一共在大陸五十九個網泰平台當中 借款累計是十八萬七千人民幣 就使他有足夠的錢 在鄉下買車和買屋 在這位大學生的帶領之下 幾乎全村的村民都開始在網泰平台上借錢 金額還達到幾百萬人民幣 有時整班村民就會圍在一起 共同來商討借錢的技巧 他們說會選一些容易借錢的網泰平台 但是總之大原則就是一律借錢都是不還的 甚至乎有些村民還認為 他們是憑著自己的本事去賺錢 沒有必要還 而且他們還認定了 有部分網泰平台的業務是不合法 所以那些人就不敢去報警 其實那些網泰平台也不是坐在那裡任人餘肉 他們也曾經嘗試過向那些村民吹繳還款 吹繳失敗以後更加是使人上門要求還錢 但是這些村民就不當這班傢伙是一回事 甚至乎有些吹繳人員 即是那些收數人 上門拿錢的時候 全村人就會隔在一起把收數人打走 面對著全村的圍偶 有部分的收數人也無從著手 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 曾經有網泰平台承受不住 就繼而倒閉 全村五百多名村民繼續向其他平台下手 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一名九十後的大學生 他還曾經試過在網上發言 說家人在得知他借錢成功之後都支持他不還 至今已經過了六百多天 而他所有的親戚 朋友和同鄉 不但沒有取笑他 反而向他咨詢 究竟那些錢是怎樣可以借回來的 這整件事就反映得到 大陸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 因為平時我們聽得多的是 那些網泰平台就向那些平民割韭菜 當那些平民不斷注資在這些網泰平台的時候 一系 那個網泰平台的負責人就是 托水龍捲隻走人 搞到整班人就血本無歸 一系就是那些網泰平台拿了錢去投資失利 於是就造成了一個資金短缺 就還不回給那些投資者 這些情況我們就聽很多了 一般就是平台割平民韭菜 甚少聽到有平民割平台韭菜 這次我想也是第一次聽了 而這件事也是反映到 當一旁人他們是不重視誠訊 以及不重視合約精神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麼荒誕的場面 接下來我們就說說第二件消息 發生在香港 根據星多日報的報導所說 特區政府明天公佈那份財政預算案 就不打算推出失業救濟金 反而會推出百分百擔保的失業援助貸款計劃 幫助臨時失業的人士 據了解有關的計劃貸款上限 就是申請人在失業之前的平均月薪的六倍 上限就是港幣百萬元 以較低者為準 貸款利息就是年薪一離 還款期就五年 頭十二個月就只是還息不還本 第十三個月開始就本息攤還 借款人如果能夠在五年之內 如期還款的話 就可以獲發還利息 變相成為免息貸款 參加這項失業貸款計劃的失業人士 就需要向銀行提供證明他失業了幾個月 或者是自簽聲明證明自己失業 就可以申請到貸款 而這一項計劃的目標 就是為那些山窮水盡 而又未能夠申請中緩的失業人士 提供到及時雨 以免他們向高息的財務公司借貸 他說得好像很關心那些失業人士 實情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批評他就是治標不治本 首先來說 那個人都已經是失業的了 你不去輔助他不僅僅 你還去叫他借錢 你不就是挖個心坑叫他踩下去 借錢來說 就算你怎樣百分百擔保 他始終到最後都是要還的 你說到12個月就是還息不還本 到第13個月那怎麼辦 他還是要本息歸還的 到時他一樣會面臨著財政壓力 如果他的失業情況持續的時候 他背著這一筆債 被迫去申請中緩的時候 到時他怎樣還好呢 特區政府也要考慮一件事就是 不是每個行業的前景都是這麼好的 尤其是有些可能他本身做旅遊業的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重啟得到 你說叫他去借錢 一年之後就要本息歸還 如果他一年之後都還沒找到一份職業去做 那他怎樣還呢 你要想這件事 第二就是 我記得當董建華做行政長官那個年代 他面臨著失業率大升的時候 有什麼對策呢 當然他那時候也沒有搞過所謂的失業救濟金 但是他就設立了很多臨時職位 是由政府聘請一班人去做事的 你不要理他做什麼 都是那些閒人來的 就是無非叫做開個位 就是做一些很空閒的事情 但是就叫做可以養活到一班工人 那些職位有長有短 最短都半年了 最長一兩年都有 那這些短期的職位 能夠一樣做到你特區政府所說的 為那幫山窮水盡 而又未能夠申領中緩的失業人士 提供到一個及時雨 你還可以使得他智力更新 起碼來講為他賺了那筆錢 就是憑他自己付出來代落袋的 你不要叫他或者是借錢 這些借了是要還的 你出錢給他就不用還的 那當然了 你說哪裡來這麼多這些工種 那你就自己量一下 你賺三十幾萬一個月 沒有理由當年董建華想到的事情 現在這一屆政府是想不到的 那豈不是開倒車 你要開這些位置出來 開十萬八萬個都可以 差在你願不願意做 第三件事就是 你叫這幫人借錢 其實就是把失業成本 轉嫁回到失業人士身上 那些人的失業 不是要你政府養他也好 但是你起碼要為整個社會 創造一個利好的條件 比如說隔離埠這樣 他都懂得去派消費券 可以令到零售市道提振起來 可能本來沒有那些旅客的時候 那個消費就減少了 政府一搞這個消費券的時候 而且是設了一個限期的 那些市民在收到以後 他就要被迫在限期之前 用了這些消費券 一用的時候 那些商戶就有生意了 能夠刺激消費 提振得到內需 那個經濟才會有復甦的跡象 你不是的 你叫他借錢 他借錢之後他只是慢慢撕的 尤其是 你就算說的上限是港幣8萬元 8萬元頂多久 就算省省地用 都是用了半年 都很問水 大哥 又要交租 有些不是住公屋的 陰公 有些住劏房未輪到公屋 那個租都很貴的 是不是 還要水電煤氣 柴米油鹽醬醋茶 他都不撕得多久 最多省都是撕到半年左右 8萬元 有些甚至乎 有些花骨龍要養 你怎麼撕的 叫他 反而來說 你應該想更多這些措施 令到整個經濟是可以刺激起來 就不是說香港人借錢 他是不捨得花的 還有你借錢之後 他也是交給業主 交給公用事業 交給煤氣公司 交給水務處 交給水務處 就是這麼多 他只是花錢而已 所以你想這些東西出來 就叫做將成本轉嫁回到失業人士身上 同時來說 當那些人還不起錢的時候 你就一樣去追他 追到他破產也會追 會不會有這個風險 你不會告訴他 借了錢可以不用還 你會追他 追他再不還 上庭上庭 破產也就是要 是不是 升島那篇報道還這樣說 高人拆局說 長期失業可以申領中緩 現在缺乏保障的就是因為疫情而出現短期失業的人士 港府這個百分百擔保的失業貸款措施 好處就是有針對性 主要就是針對短期失業的人 需要應付公樓和其他生活開支的人士 而不是那些長期貧困的人士 另一個好處就是財政負擔相對有限 以一般信用卡為約百分之五去計算 最後這個計劃實際的開支就不大 他舉例說 如果總貸款額是一百億港元 違約涉及的政府開支最多都是五億元 而且並非是一個經常性的開支 他看這件事就是過分簡單 長期失業當然是要申請中緩 因為他都山窮水盡 問題就是你現在針對短期失業的人士 他現在這一刻向你申請就是短期 到他要還款的時候可能他變成長期 那麼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因素呢 你是否確保得到經濟是會在一年之內搞定 失業率就是會下跌呢 我看特區政府的高官都不是說這種說法 比如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他就聲稱失業率在三年之內都難以低於百分之五 現在的失業率就是百分之七 就是說低極都是百分之五 就是說他那個失業率最多跌百分之二 那會不會變成有些現在短期失業的人搞成長期 他到最後還不起錢那怎麼辦 那我真的問你怎麼樣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你做任何一項措施的時候 你周全一點吧 最乾手正確的是什麼 你派給他不要收回來就最好了 你現在搞這項所謂的失業貸款計劃 唯一的好處就是 好過那些失業人士直接去借財子 這個原因而已 問題就是 當他問你特區政府借這八萬元洗完之後 他還是找不到工作的 可能他最後都要面臨著借財子這一招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其實是 唉我真的不理解 你搞這些措施出來 不湯不水這樣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